今秋季节,台湾资深媒体人黄志贤开启了他今年第二次新疆之旅 9月29号,黄志贤在此间下榻的酒店接受中兴社等媒体记者采访时说 他觉得新疆的发展水平和中国大陆其他省区没什么两样 新疆就是一个处处都是惊喜的地方 每个地方每一件事情都非常的让人很感动 就是觉得这不就大陆任何个城市吗 针对新疆棉花种植有所谓的强迫劳动 黄志贤说他就要到新疆查找真相 4月,黄志贤特意前往新疆阿克苏地区 和当地棉农一起体验全自动机械种棉花 他还特意坐上其中一台播种机体验机械化种棉 那个棉花播种,我坐在播种机上面 然后手放开了,我没有驾驶,机器就叭啦叭啦叭啦走 无人驾驶,机器播种 从他9月29号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我在新疆采棉花》视频中可以看到 广袤的棉田中,大型采棉机正采摘着关系新疆棉农生活的棉花 棉农、穆巴莱克和麦尔颂通过视频和台湾的观众分享在新疆种棉花的感觉时说 种棉花确实是挺好的,我很开心 谢谢,那您呢? 我觉得这个种棉花是最轻松的事 为什么?为什么? 劳动强度没有,人很轻松 此次黄志贤还特意走访了一家受美国制裁的新疆光伏企业 黄志贤说,他在厂区看到,一个班组有300多个员工 基本上都是坐在电脑前工作的技术工人 这些员工基本上每年能挣10万元 而且厂区还配备食堂和员工公寓 那为什么这种公司是不可能有强迫劳动 那个操作的一年是10万 工餐,员工餐,把员工公寓放在市区里面 方便员工下班去找对象,去交朋友,去跟朋友聚会 这个是我觉得,我很感动 黄志贤说,曾经也有朋友问他 新疆人是不是都骑骆驼 所以他特意去看了乌鲁木齐的地铁 黄志贤还探访了新疆多个乡村小学 他告诉记者,新疆即使在偏远的乡村 师资力量也很充足 在他去过的一所小学里 有40多个学生,教师则达20名 采用双语教学,而且都是免费的 新疆多年来坚持双语教学 既保护了新疆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 也搭建起各民族沟通交流的桥梁 学校教他们跳维吾尔的舞蹈 新疆百计的遏制中国发展 而新疆是中国东西交流的门户 又是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共存之地 所以美国想要搞乱新疆 借此前置中国 然而新疆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让民众幸福,让社会安定 这样做就对了 新疆的人,新疆的食物 跟这个新疆的事情 很多事情都很感人 你在新疆可以看到各种各样不同的交融 这种很真实的 新疆是东西门户 自古的丝绸之路 多民族,然后多文化,还多宗教 所以新疆走正确的路 让人民幸福,然后让社会安定 这样做就对了